許慕柱教授 Professor 許慕柱 接下來是 樓宇烈教授 Professor 樓宇烈 Professor Richard Gombridge 尼爾法師 Venerable Anil Sakiya 趙文慈教授 Professor Richard Madsen 魏德東教授 Professor 魏德東 And Professor John Hoffmeyer 明譽法師 德悦法師 葛雷神父 Professor Greg Sharkey 還有何日生教授 Professor Ray Hurd 那接下來 讓我們的 Closing Ceremony 的主持人 許慕柱教授 敬愛的上人 諸位長老 諸位大師 然後我們的貴賓 Our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Venerable Dharma Masters And also 我們尊敬的各位慈濟的師兄 師姐 下午好 非常高興 最後來主持這樣一個 最後的閉幕式 那我僅代表慈濟大學 來感謝這一次的主辦單位 也就是我們的何日生師兄 何主任 來全力的策劃 這樣一次非常美好的一個論壇 那這個策劃幾乎是在將近一年前就已經開始 那經過很多次的討論 然後也非常感恩主委 法師跟主委教授呢 能夠在百忙之中 終於能夠湊成這樣一個很好的因緣 讓第四屆的慈濟論壇 能夠成形 而且兩天的活動 非常的精彩 那這一次的主題 從這個佛教的普世價值 普世性跟全球化 這樣的議題來切入 那這個我們從這兩天的與會者的貴賓的發表裡面呢 談到很多不同的面向 那當然比如說從昨天凡師傅的一些開示 把慈濟的 特別是上人的理念 另外也提到所謂的組織制度的這些問題 的特性 慈濟的這個特性呢 都能夠把它呈現出來 那羅宇淚教授呢 也告訴我們這個佛教的精神 在人間佛教的部分 成佛當然是在人間 在人間 人緣佛成這樣 然後這個另外呢 還有包括那個 哈佛大學的雷歐娜教授 他非常有系統的 從組織 組織管理的角度 去看慈濟組織的運作 從方方面面 不同的面向來談慈濟的 之所以能夠變成相當程度全球化 然後能夠為大家所認識到慈濟的這種大慈悲心的一種組織的特性 那最後呢 其他的幾位講者也都提到 很重要的就是慈濟的運作 很重要的是把佛教的這種普世的一種價值 就是所謂的菩薩道的精神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這樣的精神能夠落實 然後轉化成為行動 所以基本上慈濟的這個法門 就我們的理解當然就是所謂的實踐法門 那當然在會議中也有一些presenter也有提到他們某一些看法 比如說在宗教的這個運動裡面 這個理解所謂的解形這兩道是否要能夠並重 那實際上也有一些答案 因為實際上慈濟的雖然強調行經 就是所謂的實踐法門 但是基本上也強調所謂的對佛陀的這個教法 佛陀的一種深入的理解 從很多不同的經典 固然從無量益經是一個切入點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其他的佛教的經典 可以用來詮釋慈濟的佛教的精神 佛教的基礎 所以在這邊我想也有一些討論說 慈濟宗跟慈濟宗門到底有沒有需要去做一個劃分 那在這裡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實際上一步一腳印 就像是早上我們王本榮校長在講這個量子力學 量子論量子論是在1900年到1903年的時候 德國的兩位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 他們在這個大學裡面 海德堡大學裡面的 生理裡面在閒談的時候談到量子這個概念 可是一直要等到1960年的時候 量子力學才變成是物理學裡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分支 所以經過幾乎是一個甲子 才被接受成為一個主要的分支 所以我想我們在慈濟宗門的發展裡面 也是一步一腳印 走了50年 那上人開始我們要推動所謂的慈濟宗門 我個人是認為整個中門的建立 上人是期許我們所有的慈濟人 能夠以這個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樣的一個大菩薩願來普渡眾生 那中門的一個提出基本上讓我們有一個 更明確的一個認同感 能夠隨著上人的腳步行菩薩道 所以這樣的一個中門的提出 我覺得在實際上也是相當程度的恰當 因為國際化的一個態勢 實際上也慢慢在成形中 所以我覺得無論是用慈濟宗門 或者慈濟宗 慈濟宗當然我們也可以自稱 但是也希望外界能夠接受 那這一點還有很多的未來的論述要去進行 但是最重要我想我們中門的發展 如何在全球化的過程裡面永續 永續化 那這一點我覺得是未來很值得我們所有慈濟人 繼續不斷的讓我們慈濟宗門能夠 這種菩薩道能夠繼續往前走 那最後我就引用一下劉恩春教授提到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慈濟人耳熟能詳 就是慈濟宗門勤行道 人間路 然後禁師法脈勤行道 所以把慈濟宗門跟禁師法脈合在一起 就是解形並重 那還有其他的可能可以加進來的 包括宣方教授提到的一些建議 可以加入更多的佛教的經典 能夠讓慈濟跟其他的佛教的中派能夠有更多的互動 我想這個建議也是非常好 好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最後終於進入了一個結論的時候 那我們會請依序請幾位這個演講者 來跟我們做幾分鐘的最後的結語 那也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參考 更多的學習 非常感恩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the representers to give us a wonderful talk in the past two days 首先我們要歡迎羅宇淚教授 來給我們做幾分鐘的這個結語 謝謝 感恩 尊敬的正言上人 尊敬的許校長 各位法師 各位慈濟的菩薩們 各位學者 很高興參加這樣一個重要的論壇 兩天很快就過去了 我想這個題目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題目 因為任何一種文化 包括宗教文化在內 它總是要適應時代的變化而發展 只要適應地區的變化 本土化或者本地化 這樣它才有一個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 那麼我想慈濟經過了50年的探索 現在逐漸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所以在討論佛教普世化的同時 我想也應該討論一下各個不同的佛教的派別的它的特殊性 所以提出慈濟中門這樣一個理念 我覺得是值得我們深入地來加以探討 好像我昨天講到 中門能不能理解成為某一個中派的門峰 一個中派它有特殊的一種風格 那麼它才能夠顯示出它在這個世界上 或者在這個地區 或者在這個時間段裡面有它存在的依據 如果都是一樣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可再進一步的發展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一直覺得我們商人已經經過了50年的探索 現在要進一步從佛教的理論上 從中國的傳統的文化的基礎式上 在台灣這樣一個特殊的地區 這樣一個環境下面 來怎麼樣進一步發展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一個普遍的 這樣一個探索 我覺得具有一個普遍的意義 在參觀大野電視台的時候 聽到說商人非常積極地支持 運用現任的科技的成果來傳播佛法 那麼當時也有很多人很難以接受 但是做到今天大野電視台 它的全球 它的全台灣的影響 已經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只要堅持住佛法的根本 運用現任的科技 那是一定可以使得佛教 在今天的世界和人類發生重大作用 所以我當時就講到一句話 就是中國這個歷史上 近代史上曾經提出過一個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的這樣的概念 那麼我就想到了 能不能以佛法為本 科技為用 這樣能夠使我們的佛法的傳播 發生更廣大的作用 兩天的會議很快結束了 也聆聽到了許多有意義的 有智慧的發言 對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啟發 所以我希望這次會議獲得了圓滿成功 以後能夠對於推進 實際法門的中門的發展 起一個積極的作用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樓教授的祝福跟提醒 結合科技 接著我們就請 Gombrich教授 Next we will invite Professor Gombrich to give us some kind of congruent remarks Thank you very much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doing me this honor certainly when one travels across the world one learns new ways of doing things I myself organized a larg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India a couple of years ago and it concerned Buddhism and Buddhism in particular as it can help some of the oppressed people in India and I looked around the world and I thought whom can I get to chair most of this conference best who will do the best job who really understands the subject and knows how to run a meeting and the last person I would have put forward to was myself to sit in the center of this panel and the person I actually did put in the center was the venerable Anil Shakya who did a wonderful job of running this three day conference and I feel very embarrassed that he's not sitting in the center here and that I am being given any kind of priority over him because he is a monk of grea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practical matters and in learning very highly esteemed by those who know him particularly in Thailand and I ask his pardon that I have been asked to speak ahead of him Professor Gombrich you have to give me time to translate your word otherwise no one can understand you 首先非常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来参与这次的论坛 那么他在两年前在印度在思考 印度的这些穷困的人这样的过生活 那么佛教能不能在这边组织一个研讨会 把佛教能重返印度 他首先考虑到就是这位释迦法师 因为他在泰国在各地都有做过很多 在佛教方面的活动 虽然这个Anil Dr. Anil 他并不是这个印度人 他是尼泊人 不过他有想到他在佛教方面 很多杰出的经验跟成就 Well, it has been a great honor as well as a pleasure to be invited here and to sit for two days listening to the contributions I noticed that some of the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Tse Chi does have been mentioned only in passing and not really explained at all For instance, I for one would have liked to hear a great deal more about the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 of children taken by Tse Chi and I realized that one can't have everything in two days we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y case 那么此季 此季在很多的这些区域里面 都有很好地照顾教育孩子们的计划 那么这两天当中 有很多的机会在谈到这个事情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Tse Chi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ent mentor program by which people dedicate their corpses when they die to medical research at Tse Chi's hospitals and I was very honored on the evening banquet on the eve of this conference to find myself seated next to Dr. Lin the head of your medical mission the CEO who has had such a great influence I suppose he's entirely domina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ascinating program on which I may say three years ago I published an article written by Mr. Ray Shengher 在所有的教育的这些职业里面 此季有一个大体捐赠的无语良师 让他感觉特别的深刻 也特别具有意义 他非常感谢在9月30号的晚上 有机会跟我们的林俊龙执行长 坐在一起 那么林执行长也是参与 大体捐赠跟大体医疗 这样的一个计划 那么他也非常高兴 大概在两年半以前 有机会发表一篇 收录了一篇 词记所写的大体捐赠的论文 那个论文的作者 叫做何日生 I am an academic and therefore it is my vocation to work with truth intellectual honesty as my highest value in my profession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I don't give equal priority or higher priority in my life to love but the fact that I am an academic means that I am dedicated to asking difficult questions and sometimes saying things which I know may upset people but I do it in an academic context yeah does that apply to me he is sorry I've been asked I've been asked to go on 那个 教授说 他是一个 学术界的 这样的一个 专才 那么他追寻的是真理 还有这个智慧的开发 这但不表示他缺乏爱心 他对于爱心跟智慧 是认为同等的重要 但是因为是一个 学术里面领域的 这样的专才 要追寻智慧跟真理 他总是问一些很 好像比较困难的 比较挑战的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有让人觉得不舒服 让人觉得冒犯 他非常的抱歉 他问的是真理 不是要为难别人 of course being an academic doesn't mean to say that when somebody asks me to dinner and says are you enjoying yourself I say no not at all your food is terrible and I would much much rather be at home but it does apply in academic contexts and I'll take this as an academic context and say a couple of things about the conference in which I see both good and bad sides 那么在这个研讨会里面 当然很多的 方面的事情 不是说永远都是 那么的快乐 那么的享受 不管是在谈话 或任何他在所到之处的 一些 其他生活上的需要 不过呢 这些都不能阻止 他对于学术上的研究 追寻 so let me make my main point quite clear and it's the one thing that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y saying and that is that in the great tradition of Buddhism which has so many different branches there is surely one constant theme and it comes from the Buddha and that is that we must cultivate as much as we can both compassion and understanding or intelligence and that these two must go together and the intelligence will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compassion and the compassion is essential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lligence 在所有的 这个佛教的 发展过程中 当然有很多 不同的支派 不同的想法 但是都离不开 对于慈悲心的 这样的启发 还有对智慧的追寻 他甚至认为 有慈悲 才能够真正的 拓展智慧 this applies to all branches of Buddhism whether you call them terravada hinayana mahayana tsuchi it doesn't matter it applies to all of them 不管是大乘的 小乘的 或者是你叫慈悸的 或者叫其他的 这些支派 慈悲跟智慧 永远都是最重要 最根本的 in the pāli canon that is the scriptures of the theravada which are much the oldest surviving documents of what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ere is one theme which comes again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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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在最 最经典的 最根本 也最原始的 这个八利文的经典里面 有一件事情 是重复 被主张 被强调的 the buddha says what i have taught you is suffering the cause of suffering the escape from suffering and the path leading to that escape 这个根本就是苦 极 苦的来源 就是苦极灭道 这四圣地 是佛陀在 八利文经典里 反复强调的 最重要的 一个思维 i see your wonderful dharma master Jeng Yen as following precisely and exactly and meticulously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because like her the buddha was a pragmatist and if something is not relevant to understanding and eliminating suffering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talking about it 他看到 这个慈悸的正眼上人 就完全纯粹 就是体现了 佛陀 这个根本的思维 佛陀对于不是 这苦极灭道 这样的核心思维的 佛陀是不愿意提起的 换句话说 佛陀所关注的 就如何的 能够拔除苦 而正眼上人 就体现了 这样的根本的精神 I repeat this is common to all forms of buddhism an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on one occasion yestiday when a speaker tried to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called mahayana and buddhism where the ideal the ideal for person is called an arahant which incidentally is the title also given to the buddha so that by criticizing the arahant you are criticizing the buddha i didn't follow i didn't follow very much of it because unfortunately your sometimes wonderful interpreting system broke down at times and it was all in chinese so i didn't follow everything but it was a group of academics people i should call my colleagues and i think the buddha would have said they were wasting their time because they were very concerned with questions like is tse chi a part of mahayana or is it different from mahayana they were concerned with labels purely theoretical mattas which really have no impact on how one behaves or should behave and i was sorry that so much time was given to discussing what seems to me an empty question 在 这个 很多的 讨论里面 那么因为 的翻译 没有完全 的那么 的顺畅 其实有些 地方 他没有 完全 理解到 他理解的 部分的 很多的 学者 或者有些 学者提到 就是说 到底词记 是大乘 还是 不是大乘 这种贴 标签式的 讨论是完全 没有意义的 也是浪费 时间的 你真正 关注的是 究竟词记 做了什么 他实践了什么 而是不是 忙着 用标签 化 来看待 词记 但还要有 四句话 还要再 跟大家表达 中文字幕 我认为你仍然遇到一个基本的问题 在用英语与其他人的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共产党 请相信我,我并不是说这个因为英语是我的语言 但实际上,你应该能够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共产党 不只是在议会,那是第一个 在过去两天当中 因为它是这里面少数不会讲中文的 那么翻译怎么说呢 都还是有一个距离,还是有个落差 他必须说,如果我们还要跟全世界不同的区域进行沟通 英文是必须的 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讲英文是有英文的本位 公教授这样说 而是英语在现在沟通的工具上 还是非常非常的需要 是他认为应该多一点的英文的这样的一个 沟通的机会 那么这样沟通的训练 我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他觉得给这个研讨会建议就是说 在这个研讨会过程当中 其实很重要是问问题 他觉得我们该开放给现场的观众提问 他自己组织了很多研讨会 但这个研讨会里都有让观众来发问 他认为发问还是很重要 我第三个问题是比较多的 我第三个问题是比较多的 Cerci has a policy which is very wise of trying to avoid politics and yet you operate so effectively in Taiwan and through the world that really there must be som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s that you face I don't mean morally there should be such a thing but intellectually we need to think more about the political context and there is one wonderful thing that Cerci has done of great importance which you may not even think about because you want to avoid politics it seems and my knowledge is only superficial but it seems that perhaps one of the greatest political problems in the world you have partly solved the greatest political problem I mention is the growing inequality in the world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billionaires there certainly 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ore and more billionaires while still millions of people don't really have enough to eat and decent clothes to wear but you have gone a long way towards solving this the inequality in Taiwan I think is much less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get hold of people who have made fortunes very, very rich and you talk to them and you say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help people who've done less well can you not give some of your wealth instead of buying a fifth Jaguar wouldn't you like to put this money into helping the poor now that is political and you should be terribly proud of it and I hope you do more and more of it and that you can persuade other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yeah there is a waste of time 很多的这些亿万富翁 看到有更多窮困的人 那么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如果此几能够 有效地从政策面去说服 去劝说这些有余的人 去补不足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这些工作都离不开 整个政治的脉络跟架构底下来进行 他觉得英国也很需要 实际这样的一个组织 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还以为他开玩笑 我的最后点不是很严重 有危险我可以记得 我可以记得这个设计 是几乎的几乎 几乎的几乎 所有你的非常敬业 继续继续继续提供 when you go to a conference in the UK, in England you are lucky if you get the following refreshments you get a hot brown liquid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and because it's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you know, aha, this must be coffee it doesn't taste like coffee, but you know it must be coffee and you get another hot brown liquid at 4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nd because of the time of day you know it must be tea though it doesn't taste like tea and perhaps you get one biscuit with it can you imagine the difference? so, no wonder, I have not only feasted emotionally I have feasted intellectually but I have feasted all too much gastronomically as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applause 最后一个小小的抱怨就是说 他能记得多少演讲会的内容不知道 不过他知道食物非常的精美 他说他在英国开个会议 学生来早餐呢 就是茶跟咖啡 有时候茶喝起来像咖啡 有时候咖啡喝起来像茶 得要问我到底是茶还是咖啡 有几片饼干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他这次来不只是智慧有很多的收获 那心情也有很多的收获 那肚子也有更多的收获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Gombrich I think we will take your advices seriously and if there are some mistakes or something need to be improved I think it's all because of her Rui her 所有的刚刚的一些建议包括英文的沟通 时间的安排等等 这些都要过来何主任 But we need an extra small scale forum to make our discussion more coded Thank you very much Anyway And next we will invite Venerable Professor Sakir To share with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ast two days forum Thank you very much Venerable Dharma Masters Venerable Colleges Distinguished Scholars And brother and sister in the Dhamma There is a famous word A phrase in Pali We always chant In any Buddhist traditions Especially Theravada Of course Before we do anything We chant Namotassa Bhagavata Arahato Samba Sambuddhassa 我们在巴黎文的 这个经典里面 有一段 这个祭 通常是在 不管 其实当然我们在南传 送的最多 但是呢 它其实是跨所有的宗派 就是我们每次都会 送这个 佛世尊的 这个赞 That is a very thing Professor Gumbridge has mentioned to us Which means that Let us cultivate compassion Purity And wisdom So during these two days I have experienced a lot of those things 这两天以来呢 我经历了很多 For example in the Node of Compassion I have known that Suchi has been expert in Showing the compassion to the world 尤其是在 对于 慈悲 这样的一个 运作上面 我知道 慈悸呢 在这个部分 贡献的非常多 Especially about two years ago When Nepal was hit by the disaster earthquake And I was in front of the screen Seeing things which are very familiar with my childhood is crumbling down one by one Seeing the people crying Seeing the people their body as buried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as in Thailand The next day I have to flew to Barcelona to give a lecture to the business corporate group But I see those peoples dying I see those people saveering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as a single human being seeing such a disaster Saying such my relatives are dying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any help 那当时呢 我人其实是 在泰国 而且呢 隔天我就要 飞到巴塞隆纳 去对一群的 企业家演讲 那我呢 心里面就很 挣扎 因为我看了 这么多的 这个发生 在自己家乡 发生在自己的 亲朋好友 身上的苦难 那我就一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做 I want to cry but I can't 我想哭 但是我不能哭 And realize that that is not time to waste my tears 我知道这个时候呢 根本没有 时间来浪费 我没有时间哭 I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So immediately I wrote the email to Professor He 那我马上呢 就写了一封 email给何教授 And there alas the help from Suji directly was able to get in time in Nepal in prompt And I didn't realiz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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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t of altruism that sort of compassion will be a problem for the people or will be a problem in such a place or a country 那我那个时候 所经验到了 这种所谓的 慈悲 这样的 无私的付出 我不觉得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but realize that the Nepalese Nepal politics still they are still playing politics on the suffering of those people 但是呢 我所知道 是尼泊尔政府呢 他们竟然 就在利用 人们所受到的 这个灾难 but without all those problems Siji was dedicated devoted and did everything within their power to help who are really in need 那慈悸人呢 他们竟然 能够排除 万难 然后呢 非常直接地 去帮助 那些最需要 帮助的人 that makes me remind of the very popular phrase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 那让我 马上想起了 有一句 英文的谚语 就是患难 见真情 so there is no terawada there is no mahayana there is no suchi but you are there when I need 那我心里面 想到的就是 哪有什么 南传啊 什么这个 北传 这个支分 什么慈祭 这一些都是标签 我觉得呢 大家都是一样的 so thank you from my heart on behalf of my relatives on behalf of my country 我要由衷地 感谢所有的 刺激人 我代表了 我的国家 我的朋友们 我的国人们 再次感恩 well so that is a part of compassion and these two days we have been witnessing how we are entertained for the sake of wisdom 那刚刚讲了 是在慈悲的部分 那我们这一两天以来呢 也一直在这个智慧 有关于这个智慧的部分 做了很多的学习 I guess we need to have a more kind of a wisdom exchange and inter dialogue between each other in a way that such a very supreme idea of compassion supreme idea of altruism it is not only limited in the stage on the political space on the sermons but it can be in everyday life 那我觉得我们过去两天来 在这种智力上面的 脑力激荡呢 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讨论呢 才能够去 特别去彰显说 我们在这种 利他的 这种无私的奉献 怎么样可以去做实践 我听了这么多一个又一个 有关于慈悲所做的慈悲的实践 我一方面呢 非常的 这个佩服 敬养 但另外一方面 我又有一些忧心 my worry is that it sounds though we are waiting for another disaster 因为我会忧心 好像听起来 大家有点在等待 下一个灾难的发生 it sounds though we get happiness from other people's disaster 因为听起来有点像是 我们好像从别人的灾难中 得到一种满足学习 so how can we develop that sort of 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that of course the world is impermanent things will happen without our expectations at that point we have to act of course as we are doing as the sushi is do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look at the different way aren't we in disaster in living our daily life the last phrase please aren't we what aren't we in disaster living in our daily life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诸行无常 这些天灾 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种 在慈悲的实践里面 也去得到一个智慧 诸行无常天灾不断 那我们也要能够 回过头来去反省 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这样的 所谓的灾难呢 是有很多的苦 so I would like to suggest that we are good at the sadafa 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is all those incidents which happened once in a while but what can we learn what can we develop to heal our disaster in our life which in our family lives in our country in everyone's mind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也能够 除了偶尔这种 就是发生的天灾里面 去做这种慈悲的实践 然后去学习之外呢 也能够回过头来反思 然后反观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生活 家庭的生活 自己的工作 其实有很多的这一些 所谓的灾难 或是所谓的苦 我们是不是呢 也在这当中 去学习 去体验这个智慧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功课 感恩 感恩 谢谢 谢谢 Venerable Professor Sakiya 现在我发现 如果 Zuji人 能够做什么 在Nepal 是因为 Professor Hur Thank you very much 何主任 OK 就何主任 就是Sakiya 法师呢 就写一个Email 何主任 带动了慈悸人 能够到尼泊尔去 发挥这个菩萨信场 好 非常谢谢 那这个我们两位 这个 这个 Nepal 法师之后 我们还要请 这个 也是远方来的 这个 神父 来给我们一些 这个 做一些 结语 那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Father Gregory to give us to make some kind of congrating remark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We've been talking so much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of Buddhism and Tsuji's role in it My conviction is that the globalization of Buddhism is already a reality and one that will continue to grow of course and that globalization isn't simply a result of a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Buddhists or the spread of Buddhism to new territories but it really involves Buddhism's encounter with larger world problems and global concerns and I think that Master Cheng Yan's leadership and Tsuji's work motivated so much by the principles of humanistic Buddhism has really responded to this challenge growing from so much work first in Hualien then all of Taiwan throughout Asia and spreading well beyond the borders of Asia now You want to allow time Thank you We 我个人我也不是说 好像在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传教 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人间的 这个入世的佛法 人间佛教 可以跟全球化 作为一个接轨 作为一个对话 那我认为呢 我们在这个知识人 在正言上人的领导之下呢 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起步 那我身心呢 在这过去五十年来 半个世纪以来 慈禧人呢 行的这个菩萨道 它是真正的能够体现 不管是在物质或在精神方面 它真的去解救了这个世间的苦难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每一天就是日况愈下 日况愈下 然后每一天都觉得 这个世界真的变得越来越糟糕 所以有些时候呢 这是一个让人很沮丧的情况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也会觉得很茫然 会觉得说 不知道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什么 我们觉得很茫然 常常常也是因为 常常很多人都是很默然 这样的 这个 这个 但我们看到 慈禧人 他就是很成功 他最大的成就 就是能够发动这个群体 就是我们个体 一人的力量 结合起来 然后能够去对峙 这样的一个情形 慈禧帮我们看到说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发挥 他的力量 虽然是个体 但是我们结合起来之后呢 他可以发挥很大的一个效力 他说 people who share your values your spirit of altruism especially and your vision of the person 因为我们都有 共同的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呢 都相信 所谓无我的奉献 所以结合起来之后 力量是非常大的 as a catholic priest I know I've often I've several times over this weekend done comparative things and I'd like to do another one one of my favorite early church fathers one of the early teachers of the church said the glory of god is the human person fully alive 因为我自己本身 是天主教的神父 那我这两天 也做了很多 这个天主教 跟佛教的比较 那我现在又要继续 我一直不断地想起 我之前的一个 很早期的天主教的 老师 他提到一句话 他说神的荣耀 他呢 这个荣耀就实现在 个人这种好的 美善的体现之中 I believe that that's that vision of the human person free from suffering mentally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at vision guiding you that vision guiding you is the source of so much of your power 我相信 我相信 这种对于 解脱 能够 离苦得乐 这样的一个 核心价值呢 是带领了大家 往前进的 最大的动机 as you know, I'm a teacher that's how I make my living, so to speak that's how I fill my days but I also have another responsibility the Jesuit community that I belong to the Society of Jesus has in particular given me the obligation to encourage good interreligious relations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particularly with the Buddhist community and I'm deeply grateful to become a friend of the Tzu Chi family because it's so wonderful to be able to enter into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with you Thank you 那我个人有两个身份 除了我自己一个这个工作上 世俗上的教授的头衔之外呢 我另外也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那所以我这个耶稣会 给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希望能够做这种跨宗教间的对话 所以我个人觉得很荣幸 有机会认识慈记 这样的一个佛教领域的好朋友 谢谢慈记 感恩慈记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成为你们的朋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ather and Professor Gregory And then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rofessor Manson And then Professor Halfmeyer To give us some kind of concuring remarks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法师 各位师兄 师姐 我每次参加一个自己的活动 我自己觉得非常感动 感动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一个机会经验 一个自己的精神 这个精神是非常诚实 积极 热情 是包括礼 很特别包括人爱 我开始了跟自己有关系 是差不多十七年以前 在那个时候 我也自己注意到这个精神 现在我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可见 这样的精神还是存在 那不一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好像在这个十七年以内 自己长了很多 夸大了 变成比以前还复杂 而且进来碰到一些困难和挑战 可是这个精神还是存在 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给我们 很多的希望 如果这么多的时间 你们能继续这个好的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 至少 你还继续到 五十多年以后 大概 以后 再多久 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觉得非常感恩 有这个机会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 你们能继续这个工作 继续这个慈悲的精神 其实是这个人爱 尊敬的商人 還有在座的所有的貴賓們 我想我只有一個很快的一點要提出 我聽到慈濟已經開始在投資所謂的大愛科技 我覺得你們已經領先了全世界一步了 第二件事我想要說 這件事有關於歷史的最後七句的詩詞 由Gary Snyder 接下來第二點 我要談到有一位詩人他的詩詞 這是從一位叫Snyder 這位美國的詩人這位學者 他同時也是一個佛教徒 所以我現在要朗誦他的詩篇 And the words of the poem go first Know the flowers Know the flowers? Know the flowers Know the flowers 要體驗一朵花朵的存在 Stay together 大家手牽手 Travel light 輕裝俭型 And I think what those words mean When we talk about know the flowers Is to stay close to nature And to continue to appreciate beauty The way you do 那首先講到說要去體驗一朵花的美 可能這個部分是在講到說 我們要能夠認知到這整個的大自然 不要離開大自然 And I think what the words stay together mean Today for us Is don't let small disagreements hurt your organization or your marriages 那第二句話呢 Stay together 大家都聽得懂 就是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所以主要呢 我想用這句話是 希望所有的 大家能夠心連心 不要因為有一些分歧的意見 或是碰到一些困難 而去做分裂 And I think the words Travel light mean Live simply And do not impact the earth negatively 那最後的一句呢 輕裝俭型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過一個 最簡樸的生活 不要對我們的大自然造成太大的負擔 And I just want to close with these brief thoughts You are an example to me of first being positive 那我最後要做一個最簡單的總結 就是各位呢 都是我的一個典範 Second you're an example to me of setting aside one's own ego 各位對我是典範 第一是因為大家都永遠保持正面積極 第二呢 就是無私無我 And third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 You are an example to me of finding happiness through service without asking for anything in return 那第三個各位可以做我的典範 就是大家那種無私的奉獻付出 永遠都會 就沒有去想要取回 無所求 And I send you my love and my blessings Thank you Shia-Shia 為各位封上我的愛 還有我的祝福 咱們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Aufmeyer 接著我們請也是來自遠方的魏德東教授 做一個總結 然後接著請兩位法師 那最後再請我們何主任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謝謝 好 尊敬的誠言上人 會議主持人 各位法師 各位教授 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好 都有點累了 是吧 雖然累了 但這是一場思想的盛宴 在過去的兩天呢 我的 我的靈魂受到很多的衝擊 首先是 第四屆慈濟壇 也就是佛教普世信 與慈濟中文的開展 研討會 那么邀請到如此多的 世界著名的神學家 佛學家 以及一流大學的教授 像在座的慈濟大學 北京大學 牛津大學 哈佛大學 南加州大學 當然還有中國人民大學 那麼中國世界一流大學的參與 讓我感到非常震驚 這標誌著慈濟 第四屆慈濟論壇 它達到了國際一流的高度 第二點呢 我體會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 這麼多的學科參與 對慈濟的研究 那麼在座的教授 既有佛學家 宗教學家 讓我特別吃驚的是 還有人類學家 好幾位人類學家 社會學家 經濟學家 以及兩位商學院的教授 那麼這些教授 從不同的學科 把慈濟作為一個客觀對象 秉持著科學的態度 和自由的精神進行研究 發表了很好的論文 深化了全球對慈濟的理解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有成就的 第三點呢 更讓我吃驚的是 慈濟居然容許接納 並歡迎學者們的這種研究 而且呢 以非常謙虛的態度 邀請這些教授 為慈濟的發展提意見 而很多的教授 包括我 也好像都毫不客氣 毫不見外地 提出了學多的意見 我想呢 這反映了教授的智慧 更反映了 有50年歷史的 慈濟的自信 開放與謙虛 並不是每個團體 都能做到這一點 我想呢 在未來的50年 慈濟秉持著這份 自信與謙虛 一定能夠 在正言上人的領導下 引領佛教與中國文化 真正地走入世界主流 讓古老的東方智慧 引領人類的發展方向 這是我的期待和願望 最後呢 我想衷心地感謝正言上人 他在50年前的 一點靈光 一點善念 就使得我們今天 在50年後 積極一堂 分享智慧的光芒 我也要感謝 所有的慈濟的志工 會議的組織者翻譯 你們提供了如此好的 在衣食住行各個方面 提供了如此好的條件 所有的參會者 在過去的兩天 离苦得乐 我個人特別感謝 尤美云师姐 在過去的兩天 她在我身邊形影不離 是我 是我前所未來的感受到 我的重要性 我又反思了一下 這其實恰恰體現了 慈濟的特點和精神 就是在立他中成佛 我想在過去的兩天 諸位慈濟 師姐師兄 我還想聽說都是叫師兄姐 我不太喜歡 我看叫師姐兄們 師姐兄們的 周到的 完美 周到的服務 辛勤的勞作 一定是大大的增加了 諸位成佛的資料 感恩大家 再次感恩謝謝 好 非常感恩的魏德東教授 他的說法真的驗證了兩點 第一點 不同學科對於慈濟的探討理解 就說明了慈濟就是一個菩薩道 那萬法歸流歸宗 成為最終還是會回到一個根本的源頭 就是一個大愛跟感恩 這樣的一個慈濟世界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來了解 第二點 師姐師兄們的陪伴 真的是也證明了慈濟人無所不在 包括在我們魏教授身邊的一個照顧等等 真的非常感恩師兄師姐的協助 那最後接著我們請兩位師父 首先請名譽法師給我們開示 阿彌陀佛 感恩敬愛的正言上人 尊敬的各位法師 各位學者嘉賓 各位慈濟委員 大家下午好 阿彌陀佛 多年前我曾經思維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的佛教百發其放 可是就是沒有一個中央研究單位 就像台灣有中央研究院 所以我剛剛提供了幾位的專家學者的表達 我有一個思維 慈濟的中門的開展 希望未來是佛教普世性 行菩薩道 佛教全球化 未來是否可以成立 慈濟中門的研究中心 昨天為了我特別看了一個資料 我想跟大家做一些參考 美國史丹佛大學 佛佛研究所副所長 佛佛研究所副所長 即佛佛法法案館的館長 甚至一世紀 二世紀 三世紀一直走下去 是否可以考慮建立一個策略計劃 培養佛教的人才 幼嬰計劃 尤其是從小兒童的教育 菩提幼苗的培植 因為我自己學校畢業後 步入社會 開始在中華佛教青年會 在民國78年到現在已經27年 我常常真的是在如理思維 佛佛的教育這麼好 如何讓佛佛的教法 能夠普及洪傳到世界各地 所以我提出建言 第一 能夠建立策略的計劃 長期培養教育人才 第二 我們要了解資源 現在此域的資源 可以做有效的運用 讓我們的此域的資源 能夠充分發揮 第三 設定優先的目標 什麼是優先的目標 慈濟的未來 畢竟還是要設定好目標 展望未來 第四 抱持負責的態度 因為慈濟現在在世界 超過可能有一千萬人 可是未來 我們現在世界人口 已經七十億人口 慈濟的全球化 菩薩道 佛教的普世信 與慈濟中文的開展 不是只有台灣 而是全世界 所以希望能夠列入到 未來的優先目標的計劃 再來就是保持負責的態度 慈濟的精神 其實當然一開始是以 佛陀的教法為一規 失智及己智 殷盛導師開示 正言商人 為佛教 為眾生 所以呢 我們如何呢 以精心第一 利他為上 確實衡量現況 以及未來的展望 還有第六點 危機的評估 再來就是團隊的合作 因為團隊的力量 不可限量 慈悲洗舌的精神 事物無量性 如何把它發展 能夠佛教普世信 與慈濟中文的開展 第八 保持速度 循序漸進 目標明確 我們務實地去面對現在的現況 才能保持我們現有的 慈濟未來的佛教普世信 與慈濟中文的開展 第九 自定決策 決策很重要 代表未來你的目標是不是明確 而且呢 能夠充分地發揮人力 尤其我們現在慈濟的人才 人才積極 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是否可以聯合世界的專家學者 一起來共同成立慈濟中文研究中心 也祝福慈濟未來 卑智雙印二地融通 我們能夠發揚佛陀的教法 能夠將佛陀的教法照亮世間 也能夠讓眾生離苦得樂 阿彌陀佛 非常非常感恩師父的這個提點 中央研究院的話 正好我是來自中央研究院 真的是非常高興 這個法師有這樣的一個鼓勵 我想這個也正在往前走 這個我們會認真的來朝這樣一個目標 非常感恩師父的提醒 那接著我們請金色的德樂師父 也跟我們做一些開示 感恩 親愛的上人 諸三長老 諸位貴賓 諸位大德 大家好 非常感恩 非常感恩 這兩天的姻緣 讓我們聚聚在一起 在這地勇的寶塔裡 菩薩雲來吉 感恩 是一個例行教化實踐的團體 是一個例行教化實踐的團體 此季已經走過50個年頭 當我們邁向第二個50年的起端 此季中門 再優化 如何讓質量能夠並進 近施法脈的永續 如何能夠讓不善的種子生生而不息 真的再次的感恩 許多的學者專家 帶來滿滿的感恩與祝福 讓我們在這次的活動進行過程中 不論在每一個場次的論壇裡 都能各展其言 許多的建議 讓我們在未來的50年的一個起端裡 我們會更感恩 更尊重 更與大愛的精神來付出 當然在此 也要更感恩 我們在大北區的實際人們 在這兩天裡 我們除了有來自四季各地的 將近千人的學員一起來 參與這樣的一場法會 當然更有著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日日夜夜的近一個多月來的一個籌備 希望在這麼一個新的殿堂裡面 讓每個人的心都能有所感受 最後經理承辦單位 想跟大家來致意 假如這兩天 在論壇的活動進行過程中 若有不變之處 盡情見諒 假如在這兩天中 也有深刻的感受跟印象的話 我們也期待再相會 期待不論是在雲端 亦或是在人間 更期待是在大愛的世界裡 有你 有我 有大家 一人一散 能夠遠離災難 人人行善 祈願天下無災無難 感恩祝福大家 感恩德樂法師的提醒 那這個最後呢 我們的時間關係最後 請我們何主任 來做一個間段的總結 感恩 敬愛的上人 諸位諸山長老 還有常駐師傅 還有各位學者 各位慈濟人大家好 很快兩天接近尾聲 非常感謝這次論壇的舉辦 上人的支持指導 還有很多副總 以及我們金社師傅 一直陪伴著我們 特別是宣師傅 帶領我們金社的師傅團隊 那麼還有北區志工 非常辛苦的 那麼來組織 大家還有宗教文化主 等等的同仁 能夠促成這個圓滿的論壇 我們每個人都收穫滿滿 這次很像是一個家人的聚會 其實非常感謝這個樓教授 那麼帶領好多北大的同學們 還有師生一起來參與這個聚會 那麼樓教授提到有關於菩提心 利他行以及方便法 作為菩薩道當今的體現 這也是慈濟在行菩薩道 在當代裡面這個俗世的理想 也是一個修行的法門 那更是一個覺悟的道路 那感謝樓教授提出這樣的一個指標的見解 這裡我要感謝人民大學的張峰臉所長 以及所有人大的教授們 對於中派佛教 對當代佛教的貢獻 提出了非常多的見言跟看法 那麼還有很多這些來自大陸的學者們 對於我們的一些貢獻跟見解的一個建議 對我們未來慈濟中門的開展 是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那我沒有忘記Richard Gombrich教授 他提到與實踐才是一個佛陀的本懷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Gombrich教授其實非常謝謝他 我們之所以能夠認識阿尼爾法師 是因為在印度的佛教認識了阿尼爾法師 所以尼泊爾的時候呢 阿尼爾法師大力協助我們 還有我們在印度認識了這個葛雷神父 也是公布吉教授的學生 那也是他在尼泊爾呢 大力地協助我們就在工作上 如何能夠在當地開展 非常謝謝兩位 那這一次哈佛大學的Leonard教授 提出了有關於這種信念價值為核心的團體 以承諾而不是策略 如果因應當代變動不及的社會 這也告訴我們我們佛陀的智慧在當代 能夠來面對這個無常的世間 如何用理念 用慈悲來化解各種的難題 那麼另外 在Richard Madison他的文章裡 談到慈激整個運作狀況的優點 以及他看到了未來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聽得非常感動 那麼我也對他的這樣的一個意見呢 表達最崇高的敬意 那麼很感恩 諸位法師 還有諸位這個學者們的意見 這次也成門這個中國佛教會的指導 還有中華佛親會的指導 感恩袁中長老能夠歷臨 給我們這樣的加持 那麼這次的圓滿的成功 要感恩所有的菩薩 那麼這樣的付出的心力 這次這個瘋狂網 還有大公網 以及佛教在線 還有大哀台 還有好多的媒體 也把我們今天的會長跟昨天的會長同步發送 應該有幾十萬人同時看到這個線上的直播 我想這是一個我們很好的五十週年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重新的定位思考 以再出發 那麼感恩這次所有的嘉賓的與會 也感恩大家一起參與 我想這次的這個研討會順利圓滿 感恩大家 非常感恩何主任最後的感恩跟祝福 慈濟走過五十年 下一個五十年 我們希望慈濟的菩薩道 佛教的菩薩道 還是能夠繼續往前走 最終希望天下能夠無災無難 這兩天的這個地世界的慈濟論壇 我們在這裡就圓滿地結束 最後呢我們希望用一首愛與關懷 來代表我們主辦單位 所有的主辦單位的感恩跟祝福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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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is marks the end and this marks the end of this year's chiji forum and now let us pray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the world with this song love and care for all 因為這首歌呢是用英文唱出那我們在場的志工菩薩我們就一起的用中文來把這首愛與關懷來一起唱出 感恩 keep our hearts from sorrows and pain bless us all with joy and hope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et us pray for peace in our world keep our hearts from sorrows and pain bless us all with joy and hope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感恩大家也期待著每一位祝福的心念透過現在慈悲與智慧的同步並行希望能夠一起為這個世界帶來愛與關懷 let us pray for peace in our world keep our hearts from sorrows and pain bless us all with joy and hope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et us pray for peace in our world let us pray for peace in our world keep our hearts from sorrows and pain bless us all with joy and hope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love and care for each one in this world 感恩大家也期许带着每一位祝福 在理论跟实践中得到心灵智慧的成长 并且在两年之后的慈祭论坛 我们可以再来到这个地方 分享各自的心得以及成长 感恩大家我们菩萨道上见 谢谢大家,我们相信这些祝福 我们会再次见一会儿再次见一会儿 并且分享一会儿的荣誉和荣誉 谢谢大家,我们会再次见一会儿 我们的Bodhisattva Path 谢谢, and goodbye